快过年了,今天分享鸡腿非常好吃的做法 不加一滴水,外焦里嫩 比红烧的好吃,比油炸的健康 花了15块钱买了5个鸡腿 倒入一勺面粉 用手把它抓拌一下 面粉有吸附的作用,能吸附鸡腿表面的粘东西 再用流水把它冲洗干净 洗去泄水 洗干净,沥干水分放按盘上 然后在鸡腿肉最薄的地方把它切开 用刀顺着骨头的边缘把肉剔下来 全部剔下来后用刀把它切断 看一整根鸡骨头就完整的去下来了 用这种方法剔骨真是又快又干净 接下来调入一勺生抽蚝油 一小勺盐,适量的黑胡椒粉 用手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至鸡腿肉入味 再把它腌制20分钟 空闲时间把半个洋葱切小块 起锅烧油 油热放入洋葱边炒 中火不停的炒啊炒 炒出洋葱的香味 然后盛出放碗里备用 这个时候鸡腿肉也腌制好了 锅里底油油热放入鸡腿肉煎 鸡皮要朝下煎,要把鸡皮煎的金黄才香 用筷子轻轻地推动一下使它瘦了晶莹 同时也防止底部浮了 里面差不多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一面金黄翻一面煎 翻一面煎 翻一面后也把另一面煎个一分钟 接下来开始调一下味 倒入少许白糖提鲜 适量的胡椒粉增香 老抽增色 再倒入适量的啤酒与鸡肉齐平 盖上盖子焖煮三分钟 鸡腿焖熟后打开盖子 再把洋葱倒进去 再用筷子把它放拌均匀 把它收汁收汁 汤汁浓稠即可 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啦 不烫熟食就可以切成你喜欢的小块 再把它摆在盘子里 再把汤汁也倒进去 哇真的太香了 看着就很有食 这样我的黑椒鸡腿肉就做好了 外椒里呢 比油炸的健康 比红烧的简单好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 我们明天见 拜拜